2018年改革开放40多年的时候 党中央国务院表彰100位 在改革开放过程当中 做出贡献的人士 我自己觉得非常荣幸 能够成为这把援之一 我得奖的理由是说 对改革理论的探索 我就觉得特别受估 因为这个总书记 他讲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 必然产生理论的时代 需要思想 必然产生思想的时代 时代给我这么一个居易 给我这么一个底去 那我们当然不能顾乎这个时代 我1979年到大陆来的时候 台湾已经是新兴工业法前几天 亚洲四条小笼之一 我在台湾的时候 一个月的工资应该可以买好几台 彩色电视 然后大陆是好几年的工资 可以买一台彩色电视 差别就是这样的 但是民主复兴我觉得 我也是必须作为一分子 做出贡献 有这种想法的不只是我 我认为中国知识分子 一向是以国家天下为己任的 年轻的时候 当然都是十天起敬 因为发达国家 它所以那么发达 一定有道理 然后把这个道理学会了 那就可以帮助我们国家 实现跟发达国家一样的发展 我最早开始产生转变是1988年 1988年我们出现建国以来 第一次的高通货膨胀 18.5%的通货膨胀 当时盛行的理论 那就提高率力 但是我们在1988年的时候 没有提高率力 我们是用治理整顿 用行政手段砍投资砍项目 我们没有按照 主流理论的建议去做 但是我们取得的效果 非常的亮丽 所以基本上1988年以后 我就没有再按照 希望的理论的了解中国 基本上我总是从中国的现象 本身去了解背后的道理 然后这种了解以后 就逐渐形成自己的一套理论 2011年的时候 那就跟北大谈 我们所要成立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 是2015年正式成立 然后2017年吧 改成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 这个相当不容易 过去你从来不会想到说要提出 跟一个西方主流的理论体系 不一样的理论体系 时代给我这个机会得到多助吧 我们今天祝贺一句说 顺利成功而且圆满地完成四年的任期 这个很不容易的 我是2008年到世界银行当了四年的首席经济学家高级副行长 直接管的经济学家三百多位 加上间接的加起来一千多位 在我之前有八任所席经济学家 来自于发展农国家我是第一位 在市场这个位置上面 也给我机会到其他发展农国家去 也发现他们过去几十年来 一直借用发达国家的理论 但是一直不能取得他们所致想的结果 我相信中国的这些理论 所形成的智慧 对他们会有更大的帮助 董书记在2015年 他提出倡议要成立 南南合作发展学院 学院是要交流发展农国家自己的经验 然后来推动发展农国家的发展 感到特别荣幸 然后由我来当院长 而且我也很高兴 其实其他国家 利用新结构经济学的这个理论体系 也是取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比如说像非洲最贫困的国家之一 埃塞俄比亚 因为我作为五党派人士代表 每年有不少机会 到中南海参加总书记主持的周团会 在几次周团会跟总书记有的互动机会 还是比较多的 这些社会科学工作会议 那次周团会 两个多小时 有11次互动 有7次是跟我互动 这我倒是觉得比较色鼓舞 那既然我有研究的问题 那知之为知之 不知为不知 只要是有利于国家社会的发展 那我就应该永远本本地讲出来 因为70岁了嘛 回顾一下 觉得自己很幸运嘛 那我们这一代人的心情比较舒畅 因为国家不断地在发展 自己追求的目标呢 可以看到它不断在实现 所以内心的满足感特别大 北大为止的确实都用最大的教室 500多人的教室一般是不够的 过去我一般教中国经济专题的课 是在周五晚上 周五晚上有很多年轻人喜欢看的 各种什么秀的 很热门的项目 但是你可以看学生还是多来 而且还要冒着寒冬酷暑来上这门课 那我特别感动 从他们身上 我可以看到国家的希望 所以这十年我们也面对 这外来的各种冲击 这个时代就是进步了 一定会有幸的问题出现 你自己走路都会 这个后脚踢到前脚 这是必然的 除圣经的时候 你不能够服事可能存在的危险 但处逆境的时候 你也不能忘掉可能存在的机会 我们中国我相信 也可以在我们文化的民远不断当中 实现民主的复兴